因為這個疫情是全世界的這麼大件事來講 是沒有一個以前的數據可以給我們做參考 所以我們是估計不到下半年會有這樣的變化 或者下半年我們很多外國的地區 都是變成低風險的 未來的三個月我們都可以讓他們大家進來的 或者東南亞地區他們都是低風險可以進來 這個大家是計不到數的 沒有人可以知道 我想在民生裏面 澳門特區政府在今年來講 有幾次有關的資源 現在我們內地對我們 已經是基本上去到23日之後 已經是全國對我們開放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要善用我們的公帑 我們希望下半年會經濟有所的改變 國慶酒會一定要做選這個 我們已經發了通知的了 你說社團那裡 司長到時在這個星期會有一個指引 去到多少人我們希望有一個核酸 或者去到哪個程度 如果只是酒會大家戴著口罩的 可能它就不同的方式 如果我們是餐飲的 兩個小時是不戴口罩的 是不是應該要去做好有關的防禦工作 這個就是司長到時會通知大家 sv 搭訪的 努力 olf曠 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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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 五哥 一哥 感谢观看